好 主播 各位觀眾 現在大選告一段落 但是風波卻沒有停止 由於民進黨在不分區的立委名單當中 第16名提名的陳俊翰律師 他同時也是一位喊病律師 他患有先天性的肌肉萎縮症 但是這個身分居然是遭到了 中國媒體人王志安 他在脫口秀 賀龍耶耶秀上面 竟然是模仿他 甚至說民進黨把這個殘疾人士 推上舞台來煽動情緒 這個說法其實也引發了立委們的反彈 先一起來聽立法院訪問 我想昨天晚上我們看到 這個賀龍耶耶秀的製作人 有出來道歉 那當然也許在這個節目製作當下 他們覺得這是一種幽默 可是事實上對於身上者 這樣子的歧視的言論 這真的不是幽默 而且其實大家都知道 像陳俊翰律師 他真的不是說 他用一個什麼殘疾人士的標籤 陳俊翰律師這一次之所以願意投入到民進黨的部分區 他自己也說得很清楚 他其實就是想用自身的例子 來做一個這樣子議題的凸顯跟推進 而我認為民進黨團也會接下來把陳俊翰律師 我們會跟他一起合作 把跟身上者有關的相關的議題 我們也希望能夠做出更好的保障 這些種種其實作為一個像陳俊翰律師這麼努力的這樣 但是他的身體的條件 可能相比別人更加辛苦的狀況 這些事情居然被一個這個王志安先生 拿來這樣子的調侃跟嘲諷 我想這是任何的人都看不下去的事情 我想會講說這個把什麼推出來 殘疾人士推得很煽情 這種話大概是比較沒有同理心 那在各個肇事場合各個族群都會有相關的代表 那候選人請各個族群的人出來 事實上也是要表達對這個族群的關心 所以所以事實上我們是 我們中華民國台澎金融是非常民主開放的 尤其選舉就可以展現出來各個族群的這個需求 跟各位候選人的對這個族群的關照 我覺得其實這樣除了這一段以外 這樣子民主的相關彰顯民主選舉自由 這種影片事實上應該多多傳播 好那麼陳俊翰律師也接受我們訪問 提到說其實他在參政的時候就已經料到 他的身份很有可能會被拿出來操作 但是對於說身上者權益以及參政權 在節目上公開被拿來善效是相當不能夠接受 以上現場今天請請把時間交換棚內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原則今日は 華 Clarke 範圳 korや 熱隊的名額 最後一手掌握 油暴